6月出了龙智家族第二季 更黄更暴力更辛辣的黑袍纠察队第四季也发布了 首部一次进入发了三集 现在来到第五集 我视频今天的有限 现在才有机会和大家聊聊这已经过半的黑袍第四季 这期不是展开具体细节过剧情分析 而是会高度概括目前第四季的剧情走向 然后聊聊前五集的一些名场面 好活烂活都点皮下 给想了解这部剧 但又没有多少时间的大伙伴心里有个概念 今天这期姑且叫黑袍纠察队第四季上 等第四季全部结束 大家想看再来个下 那废话不多说 开聊 黑袍纠察队第四季原本我抱着回来了 都回来了的心态去看前三集 结果说实话 我花了两天时间才断续看完 给出几个关键词 总结就是水松散稀碎废话多 这也给我自己一个脱根黑袍的原因 黑袍第五季是最终季 这就导致了现在第四季有点是过渡季 可以拖长双方一触激发大决战的感觉 当然必非说黑袍第四季是烂局 毕竟黑袍系列那些已成典范的反超音的元素 该有的都还有 比UB级趣味黄暴这些固定节目 还是拉满管保管购 对当下时事和文化的讽刺也还是再见 但就是现在好莱坞的自我审查真的很强 导致黑袍第四季的讽刺 并没有来得太尖锐和一针见血 都是在玩老本 主角阿祖嘛 该缺爱还是缺爱 这次更多放在他想要做个好爸爸的纠结上 让我们看到阿祖的另一面 对比第三季 第四季我觉得前三集开局并没有太吸引我 虽然在第四集增加了不少亮点 但还是感觉没有再推进主线 直到第五集 炸机书总算回归 黑袍和变丑人之间的对决的主线任务 似乎才有眉目 但也依然是主线剧情难以聚聋 或者说第四季的主线就是支线 第四季可能就没什么真正的主线 而支线我更愿意称为支支线 就是拿掉也不影响整季剧情推进的内容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四季目前所谓的主线 以星光转战加入黑袍和阿祖为首的亲人组的舆论战 上一季结尾 阿祖当街抱人头彻底防飞自我 原本他以为自暴自弃放弃明星准备随心所欲 但结果人群欢呼支持度不将反胜 阿祖舍不得这爱的一目三分地 决定继续提升民意 但结果在沃特公司 阿祖就是王他所提出的方案 所有人都在拍着彩虹屁 阿祖忍不住先来了一个名场面 让深海给火车头吹喇叭 打滴打滴答 我当时看的表情和爱丽莎是一样的 我们想看 但阿祖不让及时喊停 阿祖这么做就是想证明 每个人都不能说真心话 让他很受伤 而让他更受伤的是 阿祖下面的白发越来越多 他还收集起来做纪念 阿祖为了在这场舆论战中名义中胜出 在七人组候选名单中 选出了一个叫闲者的女子 她的超能力就是超级智商 有着超群的分析能力 贤者加入到七人组后 很快制造了星光那边的舆论危机 此时的事态是 星光和阿祖两大阵营的粉丝互相加价 贤者把此前支持阿祖的头铁粉给打死 并栽赃给星光 还混在星光的粉丝里 挑起和阿祖阵营粉丝的混战 就这样阿祖的名义大幅度上升 阿祖何止人来庆祝 贤者接着变本加利 加入到星光的黑粉俱乐部 在里面挖来一个叫鞭炮女的人 他对黑星光更是一不容辞 为了彻底打败星光阵营 沃特公司给了鞭炮女 六小时的直播时间 让鞭炮女来细缩星光的黑历史 原来鞭炮女曾经和星光 在孩童时期上过同一个选秀大赛 星光为了获得更大的支持度 造谣鞭炮女和评委轮流完 渗入前出 星光为此感到抱歉淡然病软 事已至此 为了扳回一局 星光也抓住了鞭炮女的黑历史 两边再次展开拉锅站 不知直接上来就拿出鞭炮女 和未成年小孩的车证视频 做威胁怕了吗 怕了就赶快收手 结果鞭炮女说好怕怕 然后帮布车点了发送键 这就很尴尬了 只有鞭炮女去直播 先来个自爆 对车证事件声泪俱下忏悔 获得了一波原谅和同情 接着开始攻击星光 说星光为了救人 结果反而闪下了一个人质 更严重的是 星光六个月前居然还堕胎过 这可不得了 因为星光是一个基督徒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光直接崩不住 星光煞到现场 对边放女全打脚踢 好在母乳来阻止 但还是被全程直播掉 星光为此基本社会心死亡 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 所谓的主线的支线 就是阿祖的育儿线 阿祖在第四季遭遇了中年危机 在缺爱寻爱和继续 想要获得爱和认同中试探 阿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同时也收获了更多的满足感 但他需要寻找自我 为何需要这种被爱包裹的快感 决定进行寻根之旅 阿祖回到他孩童时期的实验室 回老家不能两手空空 还带了个蛋糕 先甜后苦 等那些看着阿祖长大的实验室 员工吃的差不多后 阿祖先办第一个人 他让一个此前 总是把自己关在练丹炉 练火眼晶晶的兽老头 也进去体验一下 要么你自己进 要么你全家进 你自己选 兽老头没得选 只能自己进 门一关阿祖打开焚烧开关 一个大火人直接BBQ 脆脆香 其他人都看呆了 但这只是前菜 阿祖接下来喊出大胖 说他以前嘲笑过青春期的阿祖 在房间里月牙天冲 还给阿祖取外号射击小子 很好笑对不对 今天我们也想笑 来来来 小板凳搬过来排排坐 阿祖让大胖也给大家表演一个月牙天冲 不知道大胖是不行还是不行 总之就是不行 阿祖决定鼓励一下大胖 于是大胖就更努力了 但遗憾的是年纪上头 精力完全不在下面 阿祖决定帮大胖射爆 正当阿祖玩得起劲 实验室负责人巴巴拉过来阻止阿祖 在两人单独聊天中 巴巴拉一针见血的说 阿祖并非已经自由 阿祖你来这 依然是想要得到认同和爱 其实从一开始实验室 根本就关不住你 你太强了 可你这小子赖着不走啊 你需要我们的爱 而这种缺爱寻爱的心理缺陷 是我们沃尔特公司 给你最大的心理植入和成功 阿祖没有完全否认 但他此刻已经觉得不需要寻求人类的爱了 因为他有同样是超人类的儿子的爱 下一个画面 阿祖浑身是血浆在电梯露出欣慰的微笑 他把除了巴巴拉的其他人都爆了 阿祖在第四季似乎已不需要再讨好所有人 他比前三季也看起来更为自由为所欲为 现在他唯一的羁绊就是他的儿子莱恩 免得大家迷路啊 莱恩是阿祖和布切尔的老婆的孩子 就是什么虐 所以布切尔可以说是莱恩的养父 继父 布切尔老婆在这个世界上残留的爱 总之呢 布切尔就是想要把莱恩培养成国家的栋梁 而不是成为第二个阿祖 布切尔数次单独找过莱恩 想要莱恩跟他过 但都没能如愿 阿祖通过X光能看到布切尔因为使用V5化合计 脑子有个流也活不了多久 懒得布切尔计较 阿祖这边对莱恩有更宏大的继承计划 开始为莱恩打造他的英雄之路 闲着出谋划策制造英雄故事 先从小的开始从歹徒那夺回人质 这些都是set好的 原本一切跟着剧本走 但阿祖中途出现 要莱恩对歹徒不要仁慈 可以适当用下暴力 结果莱恩轻轻一推 歹徒就沾到了远处大厦的墙上 成了番茄涂鸦 事后莱恩很内疚 不想再行使暴力 但阿祖苦口婆心教导莱恩 你看过三体吗 我们就是三体人 人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虫子懂不懂 不知道是不是阿祖教导有方 还是阿祖遗传基因在作怪 总之莱恩开始释放他内心 顽虐的性质 这种恶之花如果种下病发芽 那就很难收拾了 起因是沃特公司的导演 已经为莱恩量身定制了电影 但莱恩根本不喜欢这么做 阿祖说不喜欢就别做 不要感到内疚 也不要觉得很为难 做自己最重要 不要去管这些蝼蚁人类的感受 就有莱恩说他还是想帮助他人 这是莱恩人类妈妈的心愿 阿祖听到这有些帮不住 但情绪管理一番后 觉得行吧 看看我们要怎么帮 正好他们看到导演此时 骚扰一位女助理 于是阿祖就让莱恩用自己的方式 去帮助这位女助理 莱恩让导演给女助理盗窃 导演找做了但假的要死 之后莱恩要导演跪着说盗窃 导演也找做了但依然很假 阿祖这时又给莱恩建议了 给人一点教训是有必要的 于是莱恩要女助理删导演巴掌 不得不说莱恩似乎很享受 这种暴力控场情节 和导演被扇巴掌后的声音 感觉也太销魂了吧 难道被删除高潮了吗 阿祖对待莱恩确实是真爱 但他也聪明的想把莱恩变成自己 不去考虑别人只要自己爽就好 对莱恩的态度 布吉尔而阿祖的教育是相反的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布吉尔的线 之前他是大主角 但第四季感觉他就是打杂的 别的主角的支线他都可以去蹭蹭 等于布吉尔就是串起不同支线的润滑剂 但毕竟他还是大主角 所以和超人类对抗的关键 还是落在了布吉尔身上 所以我称布吉尔的剧情为布吉尔边缘主线 布吉尔CIA的校匠饰演的乔合作 目的就是灭超人类 但布吉尔把支线当主线先展开 三番五次去找莱恩 想让莱恩站在他这边 有一次还把莱恩约出来 布吉尔想给莱恩下药带走他 让莱恩远离阿祖 结果两人玩游戏聊天增进了不少感情 布吉尔也知道莱恩有善良的一面 然后拒绝对莱恩用药 布吉尔也想在生命最后时刻把莱恩照顾好 这一段还是很钟情的 还好布吉尔没拐走莱恩 因为乔的真正目的 是把莱恩拐到CIA 然后培养莱恩成为CIA的人 从而抗衡阿祖 布吉尔当然不同意莱恩当CIA的柜子手 但乔说如果是这样 那么莱恩在长大能力成熟前就得死了 不然变成第二个阿祖就更难搞 然后布吉尔还去翻了鞭炮女的住所 结果和橡皮人打起来 就在布吉尔被勒死时两眼一抹黑 睁眼就看到房间全都成了番茄酱糊 虽然没有明说布吉尔的超能力是什么 但感觉和她的脑子的肿瘤 还有身体的趋有关 然后布吉尔又突然跑到黑袍队那边说 看过V世代吗 我想起来了 有一种传播病毒可以灭掉全部朝人类 但对普通人类安全 不得不说 方便这病毒的人正是个天才 布吉尔进一步解释 现在的病毒被暴头女控制着 一个人免得大家不知道暴头女是谁 简单说呢 她现在竞选呼声很高 要是她当美国总统那人类就完蛋了 因为暴头女顾名思义 她就是超人类能爆人头 暴头女为了保护自己女儿 也把女儿变成了超人类 很嗤血的那种 而且还背叛了养父扎吉叔 把她关进了大牢 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就是扎吉叔 他们拿着总统特赦令和暴头女女儿监护 全去诱惑扎吉叔出山 扎吉叔很是纠结 但还是下决定和黑袍合作 于是扎吉叔洗了个澡 换了身西装优雅的走出了监狱 带着黑袍他们去到一个农场的房子 不过这房子此时一片狼藉 房间也成了秘密实验室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都发现自己流鼻血 唯独扎吉叔没有 原来暴头女埋伏已久 插电给大家暴头处理 暴头女也不是现场事发第一人 她来的时候 这里实验人员早已不见踪影 灭掉超人类的病毒更是不翼而飞 暴头女还要找到研发病毒的 萨米尔科学家不然爆掉大家的头 好在扎吉叔好说歹说 人多力量大 首先找到科学家和病毒再说 结果他们越走越不对头 在一个养鸡场里 他们发现一个实验员的肚子成了鸡窝 突然一只鸡还直接给暴头女的保镖穿场破都 就问你坤哥屌不屌 众人销毁了赶紧往外跑啊 结果碰到了一群会飞的5号消炎羊群 我的妈呀快逃啊 其中又一个保镖被羊群叼走在坑中 分成了幼泥也太爽了吧 他们趁着这个空档干净跑进一个仓库 在这终于见到了萨米尔科学家 他也是暴头女的暗人 难怪暴头女如此在意他 原来实验室出了一点小插曲 V5化合器不小心打翻进入下水道 然后团灭超能力的病毒呢 只剩下最后一针 此时大家都对谨慎的一针打着各种主意 但商议下来逃命要紧 于是决定给一具研究员尸体来一针 拿了座蜂羊群食材 果然5号羊群在准备撕咬众人时 各个5号羊相继猝死 大家得救了 可惜病毒也没了 而在逃生混乱中 他们发现萨米尔只剩下一条腿 暴头女只能哭嘻嘻 炸鸡树没有什么利用 价值又被带了回去 但暴头女最终还是爆了那司机的头 放炸鸡树自由 说明接下来炸鸡树还有戏份偶演 而不扯终于起到了关键注线任务作用 其实他绑走了萨米尔 然后升砍了他一条腿眼人耳目 然后不扯把他带去找了桥 接下来他们就需要萨米尔继续研发病毒 准备一句消灭超人类 以上就是我觉得黑袍纠杂对第四季 比较主线的剧情发展 你们会想修一呢 修一忙着照顾自己的老爸 为此修一还想给老爸注射V5 但最终在不扯的劝说下没使用 结果似乎是修一的妈 还是给修一爸注射了V5 于是修一爸就醒了 一切似乎很树立 不出意外的话就很快出意外了 修一爸开始失忆 并且趁修一他们不注意时突然就不见了 一着却发现修一爸在隔壁病房 拿着其他病人的心脏不知所措 大家直接吓傻了 包括修一爸自己 一着急又触发技能 修一爸直接穿墙 想必于游戏bug一样 跑到另一个病房的病人的肚子突然停下 这也太炸裂了吧 之后修一爸彻底忘了修一是谁 记忆停留在修一11岁 修一好不容易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让修一爸恢复了理智和情感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修一只能做大笑子 给修一爸安乐死 修一爸就这么羡慕了 一家人痛苦的抱在一起哭 修一妈是这一季突然出来的 高情商就是让修一一家更完整 低情商是水剧群 目前没看出有什么作用 另外火车头的之间还是有点作用吧 这一季他良心发现 帮助了星光他们 就是因为火车头拿到了亲人组 栽赃星光的证据 才让星光回回血 火车头还帮修一偷出了V5 从此和修一两亲 要知道最当初 就是火车头冲爆了修一女友 这一季给火车头又写了不少白 他现在反而有些自身难保 因为贤者在找内鬼 虽然暗示对交出一个假冒的帮火车头杜劫 但凭借贤者聪明的脑袋火车头依然很危险 再来就是洗梅子和法国佬 还有母乳的支线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各拍各的完全脱离主线也很无聊 等于是拓展了这些角色的背景吧 在这就不展开了 真的没什么营养 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深海在这一季更是被边缘化 唯一有看点的就是他和贤者乱搞 然后贤者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是他之所以聪明过人 是他的脑子一直在增生长大 需要时不时清空下脑僵 怎么清空呢 他的深海用锥子从他的内眼角戳进去释放 真的是恶趣味十足好恶心 最后总结一下 黑袍纠杀队第四季到了第五季 主要最近还在缓慢的朝着大对决的方向往上爬 每个角色感觉手头上的支线任务才是更忙的 那个舆论战打来打去 我想说再多民意支持有什么用啊 真正来点像第三季那种 想办法解决阿祖才是实际的吧 阿祖这边个人感觉还不够防飞自我 爆头女感觉也没什么实际性的威胁 兜兜转转 感觉就是几方势力都在剪拔弩张 但各自内心又不希望对方死 处于一种很拧巴的紧张时刻 归根结底的可能还是第四季是过渡季 真正精彩的大对决 可能得留到第五季最终季 不过还剩下最后三季 说不定会低开高走 节奏火箭式喷发 主线剧情开始清晰 但愿吧 好这就是黑袍第四季前五季 粗烈的观感和剧情大方向 希望能帮助想了解这个系列的大伙伴 如果觉得说的还行有用 还请点赞转发 拜托了 你们的支持对我难以想象的重要 那我是大松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